我們節目的主講人 Naomi 前幾年陳尼有在紐西蘭牛 紐西蘭牛學 威靈頓威多利亞大學 她剛剛還在查 衝喜好像又是個 好像也快300塊台幣 我們平圖的氣氛是怎麼樣 我們平圖的方式就是大家圍圈 對啊 這是我的同學 她真的很白還是你把她拍出一種很白皙的感覺 她很白人啊 好像有用一個房間拍整孔成像對不對 我就去買一堆黑紙 把它貼起來之後挖一個洞 然後床外的景象就會投進來我房間 我這張作品為什麼會得首獎 是因為 是亞洲人 路上 然後就看到一個毛利人 她就看著我 因為經歷過了戴口罩被嘲笑這件事情 結合我先前作業那種 殘酷的這個 蠻喜歡的效果 當然你按照這些規則去做事情 那可能就是一個B 你剛剛在笑著 你是個B是不是 你什麼像學生笑點 那今天呢 我們節目的主講人 是我們頻道的熟面孔 雖然觀眾可能在頻道已經看過你好幾次了 但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你的學習背景嗎 前幾年曾經有在紐西蘭 紐... 曾經... 紐學 紐西蘭紐學 然後因為你之前前幾年曾經有在紐西蘭留學過一段時間對不對 在課場上好像也有一些跟攝影創作相關的課程 所以今天想要來訪問一下我們Naomi 關於你之前的學習歷程這樣 Eric啊 你是不是也有在一些學校帶一些攝影社課嗎 之前有在台南的佳琪高中帶過他們的影演攝影社 然後另外的話也有去過像高雄大學或中正大學的攝影社 講過跟底片攝影相關的課程 另外有... 我們的學生在下面刷一排 刷一排耶 又設計課 又建築 又攝影 所以不是只有女校邀你才會去講 我很平等 今天我們也請到Eric老師來跟我一起聊聊 因為我們今天就來聊在紐西蘭外國的學院裡面 到底是怎麼學習攝影課的 好那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先訂閱我們寫真浪漫旅的YouTube頻道還有IG粉專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囉 那Naomi可以先幫我們跟觀眾介紹一下 你在紐西蘭念書的時候 你是在哪一間大學 還有是什麼樣的系所 我在紐西蘭的 威林頓威多利亞大學 他剛剛還在查 他剛剛忘記記母校 沒有沒有 我是英文叫communication design 溝通設計 對 我們其實不是一個學系 我們是一個學程 學院裡面有分很多種學程 但你可以去按照你修課的組合 你的套餐是什麼? 0 那個套餐的畢業證書 那是幾年 我們三年而已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跟我們頻道比較相關 我們要講攝影的一件事情 攝影課在你學校 它是一個譬如說你們學程的主修嗎? 還是選修課還是什麼? 因為communication design它範圍很廣 就是在學怎麼講故事 然後有很多種不同的媒材 動畫課我其實也有三個 有一本我蠻喜歡的叫Visual Narrative 然後你要把你的文本變成視覺化的 不管是繪本或漫畫或動畫都可以 我那時候是畫漫畫 那時候老師也會上到一些鏡頭語言 這個是communication design裡面的核心課程 攝影課就是選修啦 它有分初階跟進階 至少要二年級以上才可以去上進階的 兩門課的老師不同人 第一年的是一個日本老師 然後第二年是英國老師 注重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而且他們課程架構也很不同 日本老師他好像喜歡看到學生 展現文化的那一面 在紐西蘭很多同學 如果是白人同學 他們就會很向往歐洲 拍東西都會想要去帶有一點歐洲的味道 可是這些東西其實離紐西蘭生活是很遙人的 你說文化是指說 屬於自己的文化這件事情嗎? 像在攝影嘛 我不知道耶 你在想要教攝影社客的時候 可能攝影也有受到一些東方或西方的影響 在攝影上面體現 技術風格上會有什麼差異嗎? 之前的話其實如果是那種Dent Town的社客的話 就我大概會講到一個攝影術的發展 然後這時候其實是蠻著重於西方的部分 因為攝影主要就是從西方開始發源的嘛 但像之前在一個學期的社團的時候 就除了一開始介紹到這種西方攝影發展的技術之外 我後面也會講到一些跟日本寫真發展相關的 日本寫真的發展其實我覺得它是跟台灣是比較親近的 因為主要是台灣的攝影術的一個發展 主要也是那時候日日期待所發展起來的 日本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蠻傾向於那種西方那種現代主義攝影的那種氛圍嘛 但就後面的話也開始發展出很多 具有自己特性或各色的一個攝影師的部分 森山大道 森山大道已經算蠻後期了嘛 就可能牧村兵衛啦 圖門犬之類的 就是比較著名的 一些日本攝影史上的一個攝影師 好 子田正志的話是我也蠻喜歡的一位 就在沙丘上拍照那個 類似於那種編導師攝影的感覺 我發現我的老師們 都不會上課的時候提到一些大師 還是說是因為他不想讓學生就這麼快 就去模仿一個人的風格嘛 因為太快的進入到一個攝影師的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就會很想要去 自禁他所以就拍出很像他的方式嘛 但可能有些人會難以去轉化自己的文化 跟他的那種攝影的風格進行一個結合 我覺得我們老師他非常鼓勵大家 做實驗性質的挑戰 他們都不給我們這些大師的作品去看 但是他會列出主題 第一個學期 第一個作業 其中作業就是圖書館借一本書 去把那本借來的書去視覺化 我選了平面國 他是一個算科幻小說嘛 然後他裡面的角色主角是一個正方形 那個作業我只有拿 可能我的 聽到人了 聽到人了 我最後整個學期的得分是A 當然他有一系列 我有五張作品 但這個是我放在title最前面的主視覺 你們學校其實也是有暗房的對不對 對 但是因為暗房 都是要刷卡進去的 二年級才有那個權限可以進去 然後聽說暗房的那個 我們遺棄不見了 放大機不見了 好像掃明藥氣吧 還好吧 他有一些藥水什麼的 就是可能學長姐亂搞 然後學校就說 我不要給你們用了 牛氣來了也太狠 他就是幹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那個是選修課 所以學校可能也沒有到非常的重視 二年級的英國老師 原本是想要教我們暗房充洗 但最後就是 學校有相機可以借我們 底片相機 數位相機有 因為你不是說 你好像那時候拍 120的相機嗎 對 那個Hoga Hoga 如果你們後來沒有實際進暗房的話 你是去哪邊充洗 送外面的洗 學校附近有一間底片 跟台灣的你覺得有什麼差異 然後價錢上 我那時候買19.99 牛圓科大 Poltra嗎 400 那差不多 現在應該有五六百 不能跟那時候比 2013 2013 我還 2013在幹嘛 我記得我大學 大一個時候買了Poltra 400好像是240 你看起來應該台灣還是比較便宜 因為紐西蘭就什麼都貴啊 那他們的物價水平是台灣平均大概幾倍啊 我那個時候在那邊打工 端一個小時的盤子 大概台幣330塊吧 但是物價也是這個差距嗎 所以我們都自己煮 自己煮的話 一個月可以吃大概台幣4千塊的伙食 因為它是農業大國 所以有很多 就比如說買牛奶買菜什麼 其實是便宜的 充洗好像又是個 好像也快300塊台幣吧 台灣現在可能150啊 而且我那一次 因為是底片左眼 反正我就也沒有很擅長操作 忘記開鏡頭蓋 鏡頭蓋 鏡頭蓋 不好意思 好像你有提到說 課程期末都會有平圖 你們大家一起看作品 你們平圖的氣氛是怎麼樣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 台灣的平圖是怎麼進行 看地方 反正我之前接觸的平圖上 都是比較溫和的 好 但是台灣就可能有些 好 我就不說明 但有些可能會用比較批判 或是對 火標味十足的 假如去評斷一個人的圖面 反正我在待課的時候 給同學們出過作業 平圖的方式其實會比較 可能幫助他們發現 他們的圖可以用什麼樣的虛勢性去說明 因為有些同學他可能拍了之後 他不知道要怎麼去 陳述或表現他的影像的特質或魅力 所以可能就會用 是我在你的照片中發現什麼事情 然後去鼓勵他們可以盡量說出來 平圖的時候 老師會強制大家發握 我們平圖的方式就是 大家偽圈作品會秀在 或挽回 對 牛家人就是很溫馨 投在那個教室的畫面上面 輪到你的時候 我作品在上面 然後我就突然講 換下一個Eric 攪棒給Eric之後 他就會說 我很喜歡 然後你的什麼作品 這是一個 不想吹風的世界 愛的鼓勵 再來換Eric的時候 Eric旁邊的人就要拼他 旁邊的人負責拼簽一個 對 那如果突然有其他人想要 也可以 但是我發現大家都不太會 如果沒有被Cue到 不太會主動發表意見 我們都說是小綿羊 就是我們上課的方式是 老師 他上一個小時 上完之後 大家分組 然後每一組都會有一個 助教 他帶大家去問 每一桌大概就 八個人吧 大班可能有六十個人 可能就是變成小班制 可是護品的過程 我覺得 他們地廣人心 資源非常豐富 不會有那種很競爭的 沒有火藥味 對不會 就是我覺得大家很 你別人這樣那麼爛 光學會不會開啊 不會 老師不會這樣講話 然後學生也都 互相鼓勵性質啊 大家都很注重的是 按快門前發生的事情 我應該去紐西蘭開攝影頻道 就不會被朋友罵了 而且在紐西蘭街拍 如果有人經過 他們就會 真的喔 這個跟 上次我們不是跟吉佩也聊到 就是如果你在德國 直接拍 尤其是他說那個時候 又遇上新冠肺炎 然後好像大家會比較 欸 那避開 就如果你正在拍一個 東西 可是有人經過 他們可能會 稍微站在你旁邊停下來 看你在幹什麼 有些人不在乎 他就走過去 然後順便這樣 這樣就飄過去 我會叫你三文三圖 第一卡 電視拿給我 他們都很很nice 我覺得紐西蘭人的習性 有幾次我走在人行道上 然後對象也有人這樣過來 他們就會直接跟我set嗨 我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看到有人過來 然後就 沒事 就是我本來跟他嗨 但是台灣已經算在亞洲友善的了 所以我才覺得台灣的人情味 其實沒有到紐西蘭那麼濃厚 題目作業都是大家自己回去 課後時間自己做的 那報告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贏得老師的掌聲 他就拿著相機去 學校附近一條 很多街友的地方 拍一些人文攝影 他直接跟他們聊天 就買一杯咖啡 跟他說 你現在有空嗎 可以跟你聊聊嗎 我幫你拍張照 他們就是看到有東西喝 有東西吃 就說OK好 但有些說我不喝咖啡 我要抽菸 我覺得那一位同學 他之所以老師會 給他很高分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老師有說 你有做到街頭互動這一點 醫院 是醫院 你有現在很多醫院啊 那你剛剛前面有提到 另外一位老師 英國老師 你這邊有寫到說他比較喜歡你感官刺激的作品 那我們是不是順利來看一下你的作業 他喜歡實驗性的東西 因為夜間攝影 他的課場上就有說 夜間拍照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那個三角架 這個是長曝光嗎 你可以猜看看這怎麼拍的 邊膠鏡 喔 邊膠 這大概 這是一個 3-4秒 一個招牌 這是一個很大的LED看板 我們上次 有一次去拍燈會 我沒有拍很多時候 漫畫很好玩的 我記憶卡爆掉了 我們可以等下次再玩燈會的時候 那時候老師是 課場上有說 會建議大家 帶三腳架出去 晚上節拍 可是我就沒有三腳架 既然如果沒有腳架的話 我要怎麼把沒有腳架這件事情 變成一個不是缺點 就至少不要 手持看可以玩出什麼東西 對 那不如就是故意來晃 看看可以晃出什麼 這也是開啟了我一個 就是我喜歡拍指尖流動感的東西 當鞦韆 就我同學 那個只看我有一張黑包圖 這樣 這張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他的元素蠻純粹的 他們的小綠人跟我們的不一樣 台灣的小綠人會動 會動的是台灣發明的 但是他們的國外就是只有亮一個人 晚上的時候拍 就路上其實也沒什麼人 鎖定一些有光點的地方 然後站在那邊等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突然冰光一閃就 好那我就把他動吧 所以老師有一個 說你拍得很好的 那個是一年級的 就是這個西碟 就是蘋果 同學嗎 對啊這是我同學 他看起來好年輕 長得很正齁 他真的很白還是 你把他拍出一種很白皙的感覺 他是我們宿舍最漂亮的同學 就是當地人 對 紐西蘭同學 當時是把蘋果變成一個人的隱喻 在眾人之中看到一個很喜歡的人 他就是很不一樣 你用了對比的手法 就是綠色跟紅色 可是他本來就長個一樣 就我路過 我就去市場 這不是我擺的 這是我剛好看到 這個青蘋果那一藍 旁邊是紅蘋果 然後他可能在倒的時候 一顆飛出來 蠻有趣的 街拍是在發覺這種生活中 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場景 那時候取的寓意是 情人眼裡出西施嗎 茫茫人海裡面 你就是會看到一個 覺得很不一樣 但其實他們都是蘋果 這個其實已經是 這系列最後一張 這其實在表達他們分手了 上面我有 墨水 對我有寫一些墨水 可是蘋果其實是一個 沒有設定一個性別 反正就是他的伴侶 然後野餐是 有像一個很常見的休閒活動 我們週末的行程 就是去公園 我覺得台灣同學會 要不要去夜衝 要不要去唱K 但我都沒有體驗過 七月高雄的野餐完 已經PASS 我覺得這樣滿好的是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在街頭攝影的時候 喜歡抓那個 九宮格 要把物體擺在分割線的 那個四個角落 這樣有那個構圖 但其實我沒有很傾向九宮格 一開始攝影可以 就是用九宮格來掌握那個 構圖的技巧 但我覺得拍到後面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 絕對的 這種構圖方式 我覺得構圖其實不是一種 比較追求平衡的事情 可能像那種 荒木經緯的 時攝影 德國獨賽道部學派 那些比較正教那種 建築或城市影像 如果跳出九宮格的概念 反而有時候可以看到更多 你情緒上 或者是你的生活 日常的習慣 所反映出的一種 比較特殊的那種 影像風格 如果一個畫面 今天的觀者 是小孩子的話 像西方以前 有一些畫作 他們就會故意把 那個水平面拉得很高 地平面 對小孩子的視野之類 這個部分的話 就不是那種九宮格 也許拍九之後 你就會習慣說 會有一種自己 構圖的方式 就不會再曲線 我記得你之前 有跟我分享過 你還要用一個房間 拍整孔成像對不對 這個是二年級的作業 老師在教大家怎麼做 CAMERA OBSCURA 暗箱嗎 對 暗箱 他叫大家把房間 全部貼起來 這個房間就是 整孔成像 買一堆黑紙 把它貼起來之後 挖一個洞 然後窗外的景象 就會投進來我房間 有一個西方的攝影師 就是用這種方針去創作 他把很多不同的房間 都做成暗箱 因為暗箱 他投影進來會是左右上下相反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都是一個房間 但是他配了一個城市的投影 對 投影到房間裡面 所以你的房間 進來的光 只能是一個小點 對 就會有外面的 比如說街道的樣子 可是你剛剛那張是晚上還是白天 白天 因為我那個在 那是天井 所以他本來就沒有到很遠 對 而且我長鋪大概一分鐘 我有同學他把房間貼起來之後 相機放在房間裡面 對著牆壁拍 但是他人走到外面去 然後就站在太陽底下 站個大概四五分鐘 他的人就是上下 就他站在天空白 我們是後來玩一集這個好了 他的照片 他又把他轉過來 所以老師就很喜歡他的這個概念 他說用這種暗箱方式去捕捉人像 雖然看得不太清楚 可是又別有一番風味 你是不是有得一個攝影獎的首獎 你有沒有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作品 那其實是疫情期間 我們的宿舍就是為了要讓大家的心理 不要那麼有焦慮 牛先生很注重心理健康 所以他們會很積極的想要辦一些互動 讓大家可以互動交流 我們學校每一年宿舍都會有人 真的喔 但我那個宿舍沒有 因為你們有舉辦這個比賽 宿舍的每一層樓或者是每一個區域 都會分一個顏色 有點像哈利波特 我大一的時候是紫色 然後我的代表色就是Purple 我們就是出去的時候 都要以Purple為主 這是一個同樓層的一個末期吧 每一年的樓展會換 我現在都會有一個保障席次給LGBT族群 就一定會有一個性少數的樓展 然後他們都人都超美色 那比台灣多元很多耶 我不會說開放 包容吧 你們每個小細節都在注意這些事情 宿舍的公布欄 留言板上面是大家可以去寫字留言的 通常會留一些什麼 這禮拜五晚上幾點 一號房 大家進來嗨 同宿舍 即使你不能吃 就大家帶自己的零食 一起來吃東西 有一次發現說 有人在留言板上面留了 仇恨同性戀的發言 宿舍的管委會 把那個人找出來 然後直接把他踢出去 天宿舍 許之別 對 所以 就是這也帶回來 我這張作品 為什麼會得手獎 是因為 是亞洲人 這時候發生疫情 然後我剛開始 戴口罩的時候 第一天去學校的時候 在路上 然後就看到一個毛利人 他就看著我 作業沒禮貌這樣 對對對 就是他在學咳嗽 你應該把頭髮拿下來 別當他吐太 因為這件事情 就發現 原來身為一個亞洲人 會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這個其實也是學校的作業 這一門作業是人像 人像 他沒有限制說要拍別人 還是拍自己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 關在家裡 就是疫情 所以並沒有機會出去拍別人 大家都教自拍作業 那我的自拍方式就是 因為經歷過了 戴口罩被嘲笑這件事情 既然結合我先前作業那種 長曝的這個 我蠻喜歡的效果 變成 我其實戴著口罩 但是我底下 是正在笑的 我是健康 所以你這個是不是把快門 然後嘲笑很暗 所以你是先比如說戴著 然後再拿下來 對 眼睛的這個點 是我後來Z點上去的 長曝他就會胡掉 對啊 光會胡掉 平圖的時候 我有提出來跟老師 就是坦誠說 我這個有修圖 然後老師說 因為如果沒有點那個的話 就不知道看哪裡 他的獎金是 大概一千塊台幣的禮物卡 比較趣味性的小競賽 因為大家會 就是你投稿的作品 印出來之後 貼在宿舍大廳 你就可以 每個人去貼那個點點 這個上面的紙盒是 怎麼紙盒那麼小 那是我室友的 大概就是小紙這麼大吧 他從家裡帶來了 非常正常的吃 我現在沒有賣海豬 好貴 我還有帶鍋燒衣麵 鍋燒衣麵是期末烤子才可以吃的 這是海豬子 對 我吃完以後 我也沒有請他摺 他只是覺得好玩 然後摺完之後 說這個好酷 然後就把它拿來當我的拍攝照片 日本人刻板印象就摺紙盒 就完全沒考量到他的內海 要是什麼 然後家裡有蛋 家裡有盒子 可是那個蛋盒 這樣拍出來有點像山嗎 嗯 所以他有點像是一個山脈 然後老師也蠻喜歡的 因為他覺得 蛋很普通的東西 一開始看還覺得 這是什麼 但是後來要 稍微再想一下 他覺得很有趣 可以拍出這種 他直接說紙盒 然後是紫賀 然後賀是鳥 他可以講中文嗎 沒有啦 他講 我剛剛以為你在講紙盒紙盒 平亞到講中文 對 不知道為什麼我回來台灣之後 可以很歷歷在目的想到 我在紐西蘭做的很多事情 就是我在那邊感官是有被放大的 我好像不需要特別去依賴攝影 去喚起我那部分的機能 而且雖然可能拍的照片 並沒有說什麼 構圖 或者視覺上非常的用美感 按下快門的錢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 就是這幾年在那邊上攝影課 給我最大的啟發 攝影應該是幫助我們 更能夠好好生活的 一個媒材 不管你有沒有拍下它 但是攝影的存在 是要你認真的活在當下 課堂上老師的那種理念 不管是攝影課也好 或者是其他老師 他們很主要的一個 教學中心思想就是 教學生怎麼找到自己 我學到的東西都是在學 我是誰不知道成為什麼樣的人 台灣的攝影教育就交給 Kerry可 不敢 好今天非常感謝 Naomi跟我們分享了那麼多 她在紐西蘭留學的一些學習歷程 我自己聽的是覺得蠻精彩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認識Naomi的時候 我們是網路上認識 然後也是一開始看到 你的一些設計的作品為主 後來才知道 你可能有在紐西蘭待過 你後來回台灣之後 在台南有一些工作 也是在很關注台灣的一些本土的歷史 或是你現在的創作也是 所以是不是可能當時的那個 譬如說日本老師又跟你們說 要關心自己的文化 你覺得這段歷程應該是有影響到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嗎 我覺得有耶 像剛剛有說到老師在教怎麼找到自己 我到現在都還是在不斷的發掘 跟我的這個人的不同的面向 我的學校老師們 他們很常講一句話是 Think outside the box 他要教你這些規則 可是你要想辦法去打破 你打破你的分數會比較高 當然你按照這些規則去做事情 那可能就是一個B 分數會高的都是都是A 就是你就打破的東西你就會變A 你剛才在笑得 你是個B是不是 你是個B 什麼小學生笑點 觀眾如果有什麼也好奇Naomi的一些背景 想聽我們再多分享什麼 你也留學過 劉西蘭的一些 可能有這樣的相關的留學經歷 也很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歡迎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是寫真浪漫女 歡迎跟我們一起尋找生活的浪漫 好 大家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反送中那時候啊 我校有貼那個牆壁 連動牆 對 那個法學院的校區的 連動牆被破壞 然後這件事情好像就 一定是中國國家 因為我不是山上的校區 我們是平地的校區 我很少上去 然後山上的校區就 比較多中國學生 這件事情好像也不了了之吧 然後我班上有那個香港的同學 他就有把反送中的這個題材 變成他的作業 老師還給他鼓勵欸 所以想說就是有這個機會 你就一定要拿來用 對 好 對 好 孩子 鼓勵 好 禁止 沒有